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你怎么对这花自言自语 我想我爱上了河对面的那座新组屋 哦,那就去找他啊 你还在等什么 但是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什么样的装修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 您知道,您怎么知道的 我在这里待得够久了 你说得对,他很特别 他这样的组屋有与众不同的设计特色 嗯,什么与众不同的设计特点 作为设计主题的一部分 有些组屋有开放式阳台 花盆平台 以及开放式露台等等 哇 啊,所以这些地方需要遵守特别的装修指引 是的,例如高楼层的开放空间是为了让屋主在家里也能欣赏周围的环境 所以不可以将这些空间封闭起来 但是,屋主可以为了孩子的安全考量而安装获得官方批准的隔山 新的预售组屋屋屋主在领取钥匙时会收到一份记录房屋相关资料的文档 包括组屋的设计特色以及哪些装修工程是被允许的 你还可以上建屋发展局的InfoWeb 登录My HDB Page 然后选择My Flat Purchase Flat 和Renovation 查看与你的屋子相关的额外装修指引 它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也许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点 你们有很多共同点 你们俩都必须遵守www.hdb.gov.sg.homerenovation 网站上所列出的一般装修指引 真的吗? 好吧,现在我就去找它 好,我支持你,加油! 正如我常说的 只要你装修得当 就一定能得到你梦寐以求的温馨之家 上www.hdb.gov.sg.homerenovation 了解更多关于组屋的装修指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